中国经济近年来蓬勃发展,让不少中国单身和打开了视野,接触亚洲其他国家的美女,甚至有些幸运而爆的美女会让人羡慕不已。 在网络媒体都流传一句话,想要白就去找俄罗斯美女,想要温柔就去找越南姑娘。 我们见过外国媳妇的新闻,如今不是新奇的事,但相差19岁的国际婚姻,恐怕有点让人难以接受。 大多数外国媳妇都是留学生的身份,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,发现中国环境很安全、繁荣,比起国内生活好得多。 更重要的是中国单身后,对于外国美女都有一种特殊的情节。 这一点大家都懂得,体验一国风情,美女身心实在难得,更呵护外国留学生。 因此,来到中国的越南留学生,都会考虑嫁给中国男人。 小丽就是其中的一对,作为90后越南留学生,在中国留学近两年时光,在一次外出之班偶然机会遇见她人生幸福,后来他们相互接触,最后走进了婚姻殿堂。 然而她的中国老公的年纪有点大,都45岁了,实际上都可以做的这位越南姑娘的爸爸了。 不懂真相的朋友只看胶片的话,还以为是女儿要嫁人与父亲合照呢? 她的老公也受到身边朋友的取笑老牛吃嫩桃,没嗨二度。 但小丽表示年纪不重要,两个人幸福就好。 索性45岁的老公依然老当义壮,他们婚后的生活显得十万和谐。 结婚不到两年,小丽就为老公争下胖娃娃,对于越南姑娘们何放弃那么多越南男人? 小丽老实回答,中国男人更有钱。 在网络流传外国美女嫁给中国男人,有多少对是真正看重中国男人的魅力,善良? 不,全世界的女孩都是一个样,只是侧重程度不一样而已。 说实话,你没有钱凭什么外国美女会瞧得上你,你连捡捡搭搭的房子问题解决不了,还想着挽救别人不回国。 所以,中国单身狗还是洗洗就睡吧,在爱情面前,做不到物质保障就别谈老婆问题,外国美女还是看看就好。 温仙提醒各位,晚上一个人睡觉,空调就不要开得太冷了,感冒就不好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